好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平心力中心 重心與直心 什麼叫平心力中心 我們現在問一個問題 我們回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有個牆壁 然後我有一個物體 應該是棒子 那棒子的話呢 我有一個繩子拉起來 那我們說 這個張力對支點產生的粒體 要跟重粒體要抵消 那我們通常我們把那個 重粒都集中在重心產生粒體 對不對 那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本來不是說 你這個張力嗎 張力產生粒體 要跟什麼 要跟一點點質量 每一點質量相對這支點產生粒體 全部加起來 那才能抵消嗎 那為什麼我可以把所有的重量集中在 重心 對它產生粒體 為什麼 為什麼 這每一個小支點 對這一點產生粒體 等於你把所有的質量集中在直氣體 重心對它產生粒體 為什麼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討論這個問題 要講這個問題 這問題你們老師有講 這問題你們老師有講 只有跟兵肌耳力 這個呢 這個脾氣的東西哪有講 對不對 還有那個 就是說那個三條線加有一點 有它有講嗎 沒有 對啊 還有太多東西沒講 我們看 我們來證明這個 我們來定義這個平行力中心 什麼叫平行力中心呢 平行力中心就是說 我現在呢 比如 有一個直點系統 比如說石頭 石頭上面的話 每一個小原子 都受到一個力量 這力量的話 假設都平勤 那每一個指點 它代表點的話叫I定 它每一個指點 收到的力量往下 都是叫Fi 然後Fi每一個都平行 跟0 然後它位置相當叫I 好 如果呢 這個系統的每一個指點 它所做力量都互相平行的話 那麼我就稱 這些力量是一組平行力 平行力啊 這平行力的話 它不一定同方向 只要平行就可以 它也有可能反方向也可以 都可以都沒關係啊 好 那這一組呢 叫平行力啊 那也就是說什麼叫平行力 平行力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系統 每一個指點所做力量呢 都可以寫成MI U 那U的話 這是單位向量 一挑好 然後我選取呢 U是這個方向 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我現在定義一個平行力中心 RP Central Pair CP啦 Central Pair 我就定義成多少 定義成SigmaI FI SigmaI FIA RI 定義這個叫做平行力中心 那定義這個平行力中心 有什麼用處嗎 有 當我定義這個叫平行力中心的時候的話 那麼整個系統受到這個平行力的作用力 相對歐點 產生的力矩的話 就等於你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體積力中心 對他產生力矩 也就是說 我現在要證明 證明呢 這個TOTO TOTO TOTO本來應該是這樣寫 每一個指點所受力矩 應該這樣對不對 我要證明 這個就等於R Central Pa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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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提 不用提 不用提吧 好 那這怎麼來的 我們現在證明了 我就把它帶進去就好 直接帶進去 叫RCP Central Pair Central Pair 這樣子 Central Pair 那F T的話 你就把它選7個碼 把它全部加起來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這力量的話就等到 就等於7個碼I FI 啊U U可以提出去嘛 那這個可以消掉啊 那消掉以後的話 你知道喔 我這FI是數值嘛 我就可以拿進來 所以就I RI 那考不考 FI 就是U 就是FI 那這一項就是什麼 就是這一項啊 那這個就是TOTOTO 所以TOTOTO就是R CP 就是F 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好 那現在的話呢 如果 這F的話 是重力的話 如果 這個FI 是等於WI U 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FI 就是重力的話 對不對 如果FI的話 就是重力的話 重力就是重量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稱這個平行力 叫做 平行力中心 叫做重心 Centle of gravity 就等於多少呢 Sigma I FI RI 然後 如果呢 如果 FI等於WI的話 這個就變成 Sigma I WI Sigma I WI R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等啊 這個我們叫做重心 Centle of gravity 這是R 那這個就是重心的定義 原理 重心就是這樣定義的 好 那我們知道呢 重心喔 就是平行力中心的一種嗎 所以就解答了剛剛的問題 就是說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重心嘛 啊 相對於某個支點產生力局 剛剛那個問題就解決了 好 那如果啦 又弱 又弱呢 WI的話 是等於MG MIG的話 那G是常數的時候 那重心又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直心啊 M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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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 那因為這個 D是常數啊 分別掉 那這個就是直心啊 Sigma MI 對吧 那這個我們叫做直心啊 Centle of mass 就是說當你重力場是常數的時候的話 那麼重心就等於直心啊 但是直心喔 它有什麼特性呢 直心喔 它是呢 物體 如果是物體是 質量是均勻的時候 它是物體的幾何中心啊 人比 那我們由呢 由這個物體的幾何形狀 就可以算直心 那直心算出來又可以當重心嘛 啊重心又是連瓶氣力中心的一種嘛 所以我就可以把直心拿來當瓶氣力中心 然後呢 利用連這個電流 然後解決一個問題 對不對